有一個問號傳遞兩個引述 你們可以試試看三個四個五個 反正你後面多傳幾個沒關係 這邊一定要有一個問號開 所以有同學忘了打問號可以執行嗎 當然不行 所以特別主要這個問號有點像是把 這個問號有點像是把後面的東西丟給那個name 所以我們不是有個name的參數 其實這個name就是這個問號後面帶的東西 另外有一個方法就是方法2 這個方法2比較特殊 它跟那個其他以前我習慣的方法不太一樣 它是斜線再一個 斜線再一個 再一個 這種寫法我覺得好像比較簡單一點 如果跟剛剛那個比起來的話 至於哪一種比較簡單 反正這個它沒有標準答案 我覺得寫成就這樣 自己覺得最簡單的方法 那就是好方法 你不要像有些書列了一大堆 3456789 那最後搞不清楚最後哪一個 反正你至少要會一種就好了 你就選一個最簡單的就好了 其他暫時忘記沒關係 你需要是來查就好了 這些方法其實真的不是要叫你背起來 像我的習慣是 反正我做出來 以後我忘記沒有 回去再查我以前寫過的東西就好了 我幹嘛把它背起來 背在腦袋裡面那麼多東西 我哪記得起來那麼多 但是記得就是你一定要把 你做過的東西要列清楚 像我這些東西 我自己看我都覺得 真的是很棒 因為我只要回頭看一下就好了 那你們也要 至少你要做一個 你自己習慣的東西 這個東西其實也是給你自己看 我自己看習慣 不見得你自己看習慣 因為我都寫的很簡略 因為有些東西 也許方法後面應該要寫什麼東西 只是我很懶 之前有同學是很認真 有些女同學 寫好多 我都很希望她能不能 很想要把它要過來 但是我會覺得說寫那麼多 好像我自己反而看不懂了 我不喜歡看太多字 每個人應該不喜歡 所以你要找一個方法 是你適合的方法 然後盡量就是你做過一遍 那一遍是最重要的 你就一定要把它記下來 你不要下一次又再try一遍 啊以前 這樣做一次那次最重要 你不要再浪費第二次 很多人第一次做得出來 但是隔一段時間之後 叫你再做一次 你做不出來了 為什麼 因為你都沒有記得 那些應該要記的東西 但是我如果隔一段時間 我再做 我還是很快可以做出來 為什麼 因為我都有把那些步驟 都把它記錄下來了 如果實在是不行 沒關係 把影片調出來 看一下我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呢 要用方法啦 不然的話這個年代 這麼多資訊 你怎麼可能可以駕馭得很好 這年代就是說 你比別人更會駕馭資訊 你基本上 你會比別人更有機會 不是說每天 不然的話像我教這麼多課程 我早就腦袋裡面已經滿了啦 滿出來了 而且可能會沒有力氣了 什麼事情都不想做 OK好 那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方法二 那方法二的重點就是長這樣 所以一樣嘛 我們如果要做第二個 那一樣是先從view開始 所以專案做好之後 反正一定再來view view裡面的話做什麼呢 請你寫第二個 那個什麼呢 那個define 一個add2好了 那我就拿這個來參考 其實只要改哪個地方 把它改個名稱好了 add2好了 那request指的是第一個 我們add2的那個斜線 那斜線後面的話 如果兩個參數 你就豆點A 豆點B OK 那我後面又多兩個了 enter一下 那我可以從這邊傳 我就不用再去用問號 什麼A等於多少B等於多少 這兩個就不用了 所以我只要把下面這兩行 搬到這底下就可以了 複製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 跟剛剛最大的不一樣是 我不需要再用這兩行 然後過來的東西 A轉成int B轉成int 再把它相加 response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 它跟那個方法一 最大的不一樣是 我的引述是從這邊過來 它的引述是從這邊過來 OK 兩個不一樣 第二個的話 把它save 我的view做完了 我的url 也是最大的不一樣 url跟剛剛有什麼不一樣 我拿這個來改好了 一請你把它add改 add2 這個應該沒問題 第二個的話 後面這一串 name這個不用 因為我不用什麼問號 然後A等於多少 and B等於多少 那我這個地方呢 必須要先讓我傳一個什麼 傳一個引述 就丟一個刮鬍 再傳第二個引述的話呢 記得喔 再一個斜線 再丟第二個刮鬍 這樣的話呢 意思是說 我後面喔 這個是A 這個是B OK 那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呢 應該就大功告成了 看一下 應該確認一下 最後如果說你要結束符號 其實這個結束符號加不加 好像我 事故好像不影響 不過加還是比較保險 我們先斜線 然後結束一下喔 一個錢 停在這裡 OK 所以 不過這個 這個東西不加 你們要試一下 我印象中好像沒有影響 把它save一下 這邊的話呢 就是 再把ADD2引進來 所以打ADD2 它一樣會有個清單 幫我引進來 所以這邊點兩下 你會發現要點兩下之後 它幫你做了一些事情 1 2有沒有 import它 當然你要自己打在這邊也可以啦 反正方法 哪個方法 快 哪個方法你習慣就 最重要是一定要加啦 不加不行 OK 好 把它save一下 大功告成 OK 那我們來試一下喔 這邊的話呢 如果說我今天 希望 ADD2 然後 A 所以A的話是5 B是6 好 假設啦 但你可以用其他數字都沒關係 Enter一下 看結果 OK 如果Enter 出來是11 那恭喜你 欸 有 這邊有11了 那你可以試一下 這會不會是假的 你可以試一下 打個10好了 Enter 16 沒錯 所以 A加B的結果 就丟到這邊來了 OK 那其他的話呢 我想你也可以再改一下啦 當然不一定是A加B啦 你A乘B A除B 或者是什麼公式代代 可不可以啊 主要是學會兩種 參數的傳遞 就是 你如果兩個以上的話都可以 甚至你A B C D E 可不可以 你試試看 我不知道耶 不知道有沒有同學 好像之前有同學問說 老師我傳了10個參數不行耶 OK 那你可以試試看啊 是不是只能傳10個 OK 這邊的話呢 就是工作裡面一定會有類似的情況 不過你如果參數太多 有時候 建議可能還要改用別的方法 你不要硬是 傳遞一些東西 然後 只會一招而已啦 如果多的話 你可能看有沒有別的方法 那這裡的話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 另外還有就是說 傳遞引述啊 這個可能就是 當然你的密碼 帳號密碼也不能從這邊傳 所以 UIL這種參數傳遞是 基本上是沒有加密 就是沒有隱私的問題 可以從這邊傳 如果隱私的話 你就不能這樣傳 這個可能要用其他方法 所以試試看 剛剛提到的 這個 我有把最後畫面放這裡 試一下 另外待會我們來看BMI 如果我要再增加一個BMI進來的話 OK 那比如說 兩個引述喔 怎麼樣再加一個BMI 然後兩個 看你用方法一方法都可以啦 先傳體重 再傳身高 告訴我的結果 我希望看到的是 當然這個是上學期的 在底下顯示 如果這學期我希望看到是 BMI冒號多少 評語多少 H這個方法一 那方法二 可以傳的話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喔